響鐘 嗨 大家好我是水瓶小姐 今天呢 我就想說 要很悠閒的來用聊天方式 跟大家拍這支影片 然後我就是坐在我的床部的旁邊這樣子 為什麼我會想拍生活費的影片呢,原因是因為我自認為就是 我把我自己金錢控制得很好,就是有儲蓄,然後花費也不會超過 可是呢,我就會很好奇自己在花費之中到底花了什麼 我從來都沒有記這樣的習慣 這一次呢,我就想說我來記一下在東京生活到底要花多少錢 因為有被許多觀眾問說,那如果他們之後來東京留學或是工作的話呢 想要知道生活費到底是在多少上下這樣子 雖然我不是標準,但是我就以我自己目前生活上 然後去算算看說,一個禮拜到也要花多少錢 我覺得這種東西呢,還是因人而異 就以我自己的例子來分享給大家說,在東京大概物價是多少 大概基本的花費會是多少 如果這支影片呢,可以幫助到大家,我也會非常開心 好,所以呢,我現在要來回顧我這一個禮拜之內 我吃了什麼,買了什麼這樣子 我的開始日期很奇怪是從1月14號禮拜五開始 就是不是大家想著,欸從禮拜一開始這樣,很怪吧 第一天1月14禮拜五,好像沒有特別拍到什麼東西耶 早餐吃了花生吐司,然後午餐也自己帶便當 晚餐也是在家裡自己煮 所以我只有去了超市總共花了660元 我們家購物的習慣大概就是兩三天會去一次超市 然後就是買這兩三天的食材這樣子 一部分是因為日本超市的菜啊肉啊其實都是少量 我們家附近啊東京這邊都是少量 例如說高麗菜就一顆,然後菠菜就是兩三把這樣子一份 肉也就是大概兩人份一餐的份量 而且保存期限滿短的 所以我們家購物的頻率大概就是兩天一次左右 第一天我就只有去超市買660元 那這660元呢是我已經除以二 就是屬於我個人的錢是660元 那另外一半就是我男朋友付這樣子 很快就來到第二天 第二天呢我一樣是上班的日子 早餐呢我一樣是吃了花生吐司 我最近買了花生醬,所以瘋狂的愛上花生吐司 午餐呢,因為今天沒有帶便當 所以午餐我就去買了麥當勞 好各位,麥當勞日本出了一個スーパービ的套餐 它原本是限定套餐,季節限定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它就默默變成就是 就是賣香雞賣香魚的那種定時的Menu裡面 超級好吃,它是辣味的牛肉漢堡 如果你在日本或是你來日本 你一定要吃吃看,我真是愛上耶 我每天都可以吃那個 所以呢,我午餐就吃了スーパービ的set menu 然後450元日比還附了薯條跟飲料這樣子 然後我就繼續上班繼續上班 晚餐呢,因為那天上班我記得很累 禮拜六對,因為是禮拜六 所以我們店會比較忙 我就問我男朋友說我們可不可以吃外面 於是我們就吃了日高屋 我吃了韓式泡菜味噌拉麵 超級好吃,可是我個人覺得啊 日高屋很好吃很便宜 但是我覺得它有一些口味 例如說像這個韓式泡菜味噌拉麵 它不是我們想像中韓式泡菜味噌拉麵 它是偏日式口味 所以呢,也不能說它難吃 也不能說它就是道地的韓國那種味噌拉麵 但是就是被改良過的那種感覺 那這味噌拉麵我是吃陶餐 它就是拉麵配六顆剪餃 總共是七百七十日元 好,所以呢我今天禮拜六的時候 我花了一千兩百二十元 然後很快的就到了禮拜天 禮拜天呢,我覺得我是一個很拮据的一天 因為通常休假的前一天 我就會很認真的省錢 因為我知道休假的時候我一定會花很多錢 所以禮拜天呢,就是那一天 我會特別注意在金錢使用上那一天 早餐呢,再加一次早餐 那我就蛋加兩顆 我前幾天買的蛋塔兩顆 因為它快過期,它好像三四天就要過期 所以我必須要一次吃掉兩顆 所以我的早餐就變成蛋加兩顆蛋塔 超多蛋 接著呢,午餐我一樣是帶便當吃 很健康很健康的便當 肉,雞肉跟蔬菜這樣子 晚上我男朋友煮了紅酒燉牛肉 好好吃喔 我覺得我男朋友煮這個紅酒燉牛肉就是很好吃 所以呢,1月16禮拜天 我基本上是在外面是零消費的 非常棒 接著到禮拜一 天啊,是禮拜一 因為是休假日嘛 休假日我通常都是剪片或拍YouTube 那這一天呢,早餐我一樣是在家裡吃 但是因為就是起了比較晚 所以我只吃了麥片配牛奶 也是花了0元 午餐吃清冰箱料理 義大利麵 所以也是花了0元 修影片啊,睡個午覺啊 然後混混混 混到晚上之後呢 我就出門去吃台灣料理 那一天就特別想吃台灣料理 而且我之前因為跟同事有去農民街 然後去 遊樂廷那邊 那就發現了一家叫做台北餃子刺刺的一間店 它長得很像日式居酒屋 但是它是台灣料理店 我很想吃水餃 因為我覺得在東京很難吃到那種台灣韭菜豬肉水餃 我就去了 然後就 這個店 超好吃 這好吃好飽炸 我男朋友覺得超好吃 而且他還有那個傻幣直復的那個蝦餅 台灣那個蝦餅 好好吃喔 我下次還要再去 雖然那間店呢 看是便宜 但也不太便宜 因為它都是每小份小份小份單點 點下來呢 也要4550元日幣 所以一個人是2275日元 加上晚上呢 我們又去藥妝店 去買了口罩 買了一盒30片 總共花了980元 所以今天的消費就是 3255元 休假的時候都會比較花錢 到了禮拜二 又是我上班的時候 禮拜二呢 我早餐又是回到花生吐司 但是有加了蛋 花生蛋吐司 接著呢 午餐 因為我這次一樣是沒有帶便當 我買了 日本在便商店都有賣一個沙拉的義大利麵 非常好吃 它就是小小份 但是份量還蠻足夠的 然後就是有豬肉啊 雞肉啊 然後就任你選 但是它下面就會有小小份的義大利麵 就是你可以吃到澱粉 又可以吃到青菜跟肉 我覺得還不錯 但蠻貴 因為一盒就要300多塊 那天我就吃了這個沙拉義大利麵 跟另外單品買了一個雞胸肉 這樣子總共花了564元 在吃午餐上面 上班上班 然後又到了晚餐 晚餐 我又耍廢 我就跟男朋友講說 我們可以吃外面嗎 然後我男朋友說好 我記得那天非常的冷 就是冷到我們兩個不知道吃什麼 所以一到我們家附近的車站 一出來我們就說 欸我們要吃什麼 最近最近的就是 麥當勞 因為真的是冷到 就是我們已經不想再找其他 餐廳 所以我們就去了麥當勞 麥當勞 你們就知道 我最近愛上那個套餐 就是 Supabi 我又點了Supabi的套餐 然後這一次呢 我是配 不是配薯條 因為日本薯條 其實供貨量不足 所以它現在都變成只有小份薯條 不是中份的 於是我那天就把 副餐 改成麥克基 然後喝了一杯咖啡 所以是450元日比 超級好吃 但我給我男朋友吃了一口之後我男朋友覺得 嗯 還好 他還是喜歡吃他的照燒雞肉漢堡 所以呢 這天 1月18禮拜二 我總共花了 1014元 在吃東西上面 好像基本都是外食的話會比較花錢 接著接著接著 到了倒數第二天 好像時間過得有點快 1月19號禮拜三 也是一樣是我的上班日 連續上班第二天就已經開始到疲憊期 而且我記得 因為現在是要 Final Sale 就是已經最後最後折扣季節 所以店裡面還蠻忙的 除了要整理商品之外呢 我是 呃 製作現場 就是 佈置現場的那個負責人 所以呢 假日就是客人很多時候就是解渴 但平日的話 我要一直去調整那些商品 然後要去 哪個量不足 我要去補貨 然後或者是 哪個怎樣 哪個怎樣 然後我要隨時去掉豆 這樣 所以平日的時候我也是非常忙 我記得我這天很累耶 早餐一樣是花生蛋吐司 就一樣 就是我只要上班 早餐我就會隨便亂吃 有什麼就吃什麼 但剛好就是 花生蛋跟吐司 午餐 我一樣是沒有帶便當 我吃了飯糰加 小可頌奶油麵包 總共花了 250元 還算便宜 因為畢竟是便利商店 然後就下班 下班我去了一趟潮食 因為大概就是兩三天之後 需要補個貨嘛 我買了一些鮭魚啊 那些晚餐可以馬上吃的東西 還有一些雞胸肉 可能帶便當用的東西 總共花了1235元 這也是處於兩人份的價錢 然後就回家 自己煮晚餐 就煮鮭魚啊 蔬菜啊 然後一些清冰 像那些火鍋料 直接把它加進去跟蔬菜一起炒 然後配白飯這樣吃 所以晚餐是零元 因為剛剛在超市已經買完了 之後有時候覺得 偶爾外面吃 偶爾在家裡吃 那個頻率還不錯 因為你不會在外面花太多錢 然後你偶爾自己煮的話 你也會覺得 很開心 因為我有時候覺得自己煮飯 其實是蠻紓壓的 就是在那個煮飯的氣氛 如果我沒有拍影片的話 然後自己吃自己煮的菜 會覺得很幸福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這樣覺得 因為如果不喜歡煮飯的人 就會覺得自己煮飯 就是一個很麻煩事情 還要洗碗什麼的 我自己就是很討厭洗碗 應該大家都知道 就是看戀愛QA應該都知道 我超討厭洗碗 但是呢 好 往往用偏離主題 但是我今年就是要認真洗碗 我最近都 讚 給自己一個安慰 我最近真的很認真做家事 到最後一天 我已經 喔 舌頭有點乾了 早餐我 腻了花生醬 我這次吃了 奶油吐司 超喜歡吃吐司加蛋 然後可是 中間要有一個果醬 可是如果是草莓果醬的話 我就不用蛋 我就只要草莓果醬 因為草莓果醬我超愛 午餐呢我帶了便當 就是前天晚上買的 雞胸肉跟一些蔬菜 就是當今天的便當吃 所以呢 午餐就是花0元 沒有花錢 晚餐 因為我男朋友去了農民街 就是自己吃 但通常自己吃的話就是亂吃 我這天就吃了新拉麵 跟加了一些蔬菜跟蛋 想說讚表健康 有妳懂嗎 所以 這就是我一個禮拜的花費 就是會發現我好像吃的 蠻偏澱粉類 蠻不太健康 偶爾帶便當 可能吃了雞胸肉跟蔬菜 可以reset一下我的身體 其他我好像 只要是外食還是什麼 我其實都吃了蠻垃圾食物的 我這個禮拜總共花了 七千六百三十四日元 這就是我一週的消費 七千多塊好像 恩 因為我就是中間都有穿 才要外食嘛 還有一些購物 超市那些 但這個禮拜我就比較省 沒有買衣服那些的 因為畢竟是月底 所以呢 七千多塊來講 還ok 就是以生活費的話來說 還ok 因為如果乘以四 一個月的生活費 大概就是兩萬八三萬日圓的話 其實還ok 只是如果我有時候會去 跟朋友出去啊 或者是買一些衣服啊 雜物之類的 就會再花更多錢 一月這個月 我跟我自己講要很省 所以我這個月其實滿節制的 都沒有什麼太多的額外消費 好 以上呢就是我 紀錄我這一個禮拜的消費 不知道大家覺得如何 不管你是住在台灣 還是住在日本 還是住在世界各地 你都可以留言跟我分享說 你們一個禮拜生活費 大概是花多少錢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希望大家會喜歡 如果你喜歡的話呢 請幫我按讚留言給我 那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 啦